这第一件就要见证一个什么 昏常无真爱啊 是不是 对 今天来见的是心 见人心 这一件可以见出人心来 对 你这话什么说 这是上班小姐 然后那个拿来 其实她是要卖我五万块 我刚刚说你这也没保证书 也没那个 但是因为我要养客人 然后我就随便跟她说 你要不没有保证书 一万五要不要 然后她我觉得 她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有点麻烦麻烦那种感觉 就还没醒啊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她说一万五要不要 她说好吧 那我就算钱给她 这也是她的恩客送她的 应该是 然后恩客也许是拿真的 但是也许是拿假的 所以说在外面上班 头脑要清楚 有很多上班的姐妹 都是空姐 脑袋是空的 都骗掉那种人才两师 这个太惨了 所以有很多姐妹 有拿东西来说 我的朋友送的 我就会把它仔细看 然后我就跟她分析 我说你下次再遇到这种人 不能看表面 要用些什么叫绝招 把它钱套回来 不才是 那如果她说她是假的 没有 我没说了 没底下 因为有的时候遇到那个 比较善良的 就看到你就一见钟情 那一定会送真的 那如果说她只是为了 想要怎么样 而且用假的敷衍一下 所以等于这个小姐 她收到也不知真假 可是她号称 我要卖你五万块 可是你也不知道真假 我怎么会跟她这样收呢 她觉得是红宝石 她觉得红宝石五万块 可是你也会担心 但没有证书 这红宝石好漂亮喔 你说好漂亮的时候 我都会担心 你看不漂亮吗 是很漂亮 可是你刚刚那种语气 让我有点害怕 我是观众朋友有眼睛 可以看得到 你看多漂亮 然后旁边的钻石好亮喔 一切好像看似都很完美 这一颗 我们先来评估价格 好不好 再告诉你 来 一万五买下来的嘛 对 好 来 请建价 一千元 你看 因为我的天啊 不是 我不会惊讶 因为我觉得人心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是确认而已 我们看一下红宝石是怎么样 好不好 因为其实我想 你是因为同情他 对 因为 常客 跟你开了五万 你说跟他 你才想看来洗头的 还好没有给他五万 他亏大了 来洗头的姐妹 她来了以后 她每天都会来 对 在立方心 而且他们收费 还比一般的客人收费还高 对 因为他们要加设计 对 还要设计 他天天来 一个月如果来25天就好 对 你也不能少这个客人 你看我们这个妹妹 而且他们会成群结 对 会纠结 所谓这就是商业模式 要会做生意 我们这个妹妹就是跟我一样 是 讨厌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各位 这个就是水融法的红宝石 人造红宝石 你可以看到 这个纹路有没有 这么整齐 这个都是怎么样 真的 这个都不是天然的 天然不会这么整齐 所以这颗红宝石 就是水融法 人造红宝石 然后旁边的 做得还挺漂亮 漂亮漂亮 还不错 当饰品带OK 对 不是 你带像真的 带在老板娘身上就不一样 带是谁买的 这感觉是男友 是 是买给先生吗 这个是我大概十几年前 跟我先生去杭州 然后坐落的饭店旁边 就有一个益品店 然后我老公很喜欢木雕 他就进去看益品店 那我也闲来无事 可是我对木雕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旁边就是有 一位在专门卖翡翠的 然后我因为两个儿子 我想说 那艺人帮她买个龙牌 因为她那时候用这个灯打 纸得很漂亮 是 那你现在自己觉得呢 现在 以我现在专业的话 这个我就觉得还好 没有 还没有入 你不够入 你也不够 是不是 对 雕的 你觉得雕的怎么样 够纸 那个就淡了一点 但是对男生来讲 可能这个纸他们比较敢戴 不过这个可以佩戴 那如果再更顶级的话 那个就收藏级 就不能佩戴 对 你反而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买个实用款 这个买多久 多少钱 十几年前 那时候它开价 一万九千八的人民币 但是因为我 以前我是卖国际精品的 我不会杀价 因为我们东西不能杀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给人家杀价 但是我知道一个方法 就是以量自家 所以我那想说 要两个龙牌 我就再挑一个龙牌 但是跟他砍 我都以对者开始砍 砍不下来 我再拿一个观音翡翠 就观音两个 三个 三个 越买越多 三万 你可能卖我一个赚一万 可是你卖我三个赚一万五 多五千 它有可能会慢 我是用这个方法 佩妮 佩妮 你的数学是哪里学来的 我很会算为积分 是吗 可是你这个数学 我就不佩服了 真的 你以量自家 我觉得不对 为什么万一三个都是假的 都是多买了 可以更多 那就可以 可是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不会假 非常应该 真的吗 因为很简单 你知道杭州 第一 它一定是个观光圣地 对不对 你是在观光圣地买东西 我跟你讲 一定要多一个龙的 是不是 第二 杭州 那个也不生产翡翠 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这个就很怀疑 还有第三就是 因为你是出去玩 对不对 你心里没准备 如果你是有准备 比如说我要到云南 去买一个缅甸翡翠 然后事先都有准备 你这个比较不容易 你是临时看到 老师你说的 我又开始害怕了 不 我跟你提一下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看什么时间 其实你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所谓的分析 不见得就是这样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翡翠的整个的雕琢 它有两种 一种是用人工雕的 用拿那个电笔 这叫人工雕 或拿雕刻刀 这样人工雕 一种叫做3D列印 那个完全都是机器雕 对 所以说如果说是人工雕的话 你这个算是艺品 如果说是电脑雕的话 那个叫商品 那不像 是 一种叫艺术品 一种叫艺品 一种叫商品 当然艺术品是最贵的啦 那艺品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商品 拜托的 要几个有几个 问题在这里 那因为这也是一个镯芯 这你知道吗 镯芯本来东西就很多 可是如果是商品的话 价格并不很高 你来看 这个是紫罗兰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地址 所谓地址就是头甲 头甲都没有刀痕 是 刺斑没有刀痕 这标记是用电脑3D做出来的 这点是特别的主意 是 我们去买翡翠的 或者是何田玉的玉剑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这个是商品 还是艺品 还是艺术品 这个要弄清楚 这是第一次买翡翠 第一次买翡翠 搅点学备 一剑平均下来 不是 其实 这三个的啦 其实这个是人性 为什么是人性 因为每个人出去玩 都想买东西 甚至有时候没买到东西 会把导游骂一顿 可是其实大家忘了 大家是来玩的 不是来买东西的 好像太有钱了 不买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个心态其实是不对的 觉得会有点遗憾 好像回台湾会后悔 对啊 你要去之前 你可以拿钱找请老板买一点 至少木头还比较难做假 是不是 廖老师 木头也很容易做假 像它这一种的话 叫平面雕 就是你放在这边 然后上面就一走 就开始雕 雕刻 所以工厂的话 现在大概是两百步 雕同一件东西 所以一天的生产量很大 因为你原始的这个玉石 本身就是那一种 是适合卖给观光客的物件 所以这种石块就非常的多 那我就是 单轴雕刻就是平面雕 就两百块就一起雕 虽然生产速度很快 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什么叫五轴雕刻 五轴雕刻就像这个样子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物件 雕茶壶 或者雕一个大象 或者雕什么东西 这一种立体的雕刻 五轴雕刻 这个它的生产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而且它还有更 比如说你是雕牡丹 它有高低位的立体的雕刻 都可以精准地雕出来 是 所以呢 买这些物件 你就当作说好 那我要买好的物件 第一时间我就是买玉植 买高档货 高档货的话 即使它是五轴雕刻出来 它都可以雕得很精准 但是最重要是原物料 就非常的漂亮 保值啊 OK 对 这一件您平均下来的话 这一件是多少 就一万块 一万人民币 我们评估看一下 一万块人民币 这一个 你是买一批 你会说这一个 三个三万 平均一个一万 我们来评估看看 好不好 评评看 来 语杰 来 请建价 两万人 这就回 因为一个一万人民币 亏两万多 而且那时候 一比好像4.8 对 将近亏三万 但是你知道 你不要伤心 搞不好我那另外那两个 是赚的 不是 肯定亏 应该是等一批 不是 你要知道嘛 你买的人 买的地点 买的东西 这三者加起来无一 是正确 他如何正确 从逻辑上面来看 他就是错误 可是你不要伤心的原因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会从错误中学习 像我的话 一辈子 就收过的那个假货 哪堆跟山一样 常常也以泪洗面 所以OK 有了这个经验 以后会更厉害 养分 这是养分 我们还有后面的 这些宝物 我们这一种遇见的雕刻的 最大的根据地 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是会吗 扬州 扬州 广东市会是一个交易厂 那它可能会有各种的雕刻物件 但是呢 自古以来 你要雕刻的物件 最大的生产地 就在扬州 那因为扬州市政府 当初也找我要帮他们做一个规划 那所以我对扬州特别的有去做了研究 因为他们这一种三轴 五轴雕刻的物件 这一种机器出来之后 他们这边的手工师傅该怎么办 怎么因应 所以你只能够说 我手工的部分 就走高端的 然后这一种观光客 生产的物件 你就是五轴雕刻 平民 单轴雕刻 都可以做得非常地好 所以扬州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产地 那你杭州 在杭州买 没关系 都是扬州来的 懂了懂了 喜爱大巡宝家的观众粉丝们 我们有YouTube频道咯 只要在YouTube搜寻东风卫士 或是扫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 还有更多网路独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